在门诺医院发现了一起特殊病例 刚出生的小女婴出现了呼吸困难 无法喝奶 经过医生的诊断 判定是后鼻孔严重狭窄导致 小女婴的鼻孔宽度只有正常新生儿的十分之一 类似这样的症状 发生几率只有八千分之一 相当少见 医生利用鼻管制入 让小女婴恢复正常吃奶 目前在家户病房持续观察 女儿传来好消息 也让担心的妈妈终于斩落笑容 女婴抱着纱布躺在保温箱 由护理人员仔细喂奶 一口口喝个精光 这画面让前来探视的妈妈与小哥哥都红了眼眶 8月1号花莲这位妈妈破妇产 迎接绰号小布丁的宝贝女儿 但小布丁出生后却出现呼吸困难 一时判断为后鼻孔严重狭窄 发现她的鼻腔宽度只有正常新生儿的十分之一 赶快帮她手术治疗 幸好女婴透过鼻管置入扩张固定 恢复正常吃奶 要在家户病房待到满月持续观察 由于后鼻孔狭窄 很难在产前就诊断出来 家属也容易忽略 医师提醒如果婴儿喝奶没有力气 嘴唇发青都算是病征 而这类的情况属于先天性少见 发生的几率相当低 发生率大概五千分之一到八千分之一 小布丁状况回稳 预估鼻腔大小会回到正常的二分之一 功能也正常 妈妈直呼终于笑得出来了 医师则说一旦检验结果出炉 确认染色体异常 其他像是眼睛耳朵心脏等重要器官 都可能受到影响 会后续追踪确保女婴的健康 记者陈金燕花脸报道